今天又多了兩宗初步懷疑的個案 我們很初步的資料就是第九、第十宗 它是兩個老人家 73歲的女士和72歲的男士 他們應該是內地武漢的居民 1月22日入境 都住過一些酒店 28日晚就送了去醫院 現在初步有些陽性的結果 要等多一個化炎才可以確診 女士入院時有發燒高於38度 而男士照廢片是有些花 如果她是病發之後住過那間酒店的話 我們都會覺得幫她清潔房的人 或者是之後住過那間房的人 都可能會是密切接觸者 而同層的其他酒店的住客 感染的機會就是小一點 但我們都會當為其他的接觸者 會跟她醫學監察